这两个人他们就是预谋一起要来打我的 我认为现场一定还有第三个人 谁买的凶 这背后我认为有一个庞大的帮派势力 在操弄这样子的行为 真正的黑道绝对不是这样做事情的 今天教唆的这个人 把你们整个帮派害惨了 现在怀疑是 听说 超派有来给我留言是不是 我不知道超派你本身的那个技能是什么 你说我没有技能 也是啦 你的技能是投胎嘛 你会投胎就好 你赢在起跑点 你游泳的时候就游赢别人了 我跳脱 我是陈怡 我是受害者的这个身份 我用第三人的角度来跟你们讲这整件事情 我认为 这绝对是一个预谋犯案 他既然可以在我家门口等我一个多小时 然后在我一出门的时候马上尾随跟上 这不是预谋到底什么是预谋 绝对不可能是认错人 他在说要跟我合拍的时候很清楚的讲说 请问你是陈怡吗 我可以跟你拍照吗 他知道我是谁 他只是要确认我的身份 绝对不可能像他说的什么大错人 如果他认为说他今天真的来找他的网婆 请他可以提出 他在这两三个月跟他网婆之间的通联记录 他网婆跟你说他住在这里 他网婆给你看他的照片 你跟网婆之间有什么样的调情的对话内容 请拿出来 如果你拿不出来 你这个狡辩的理由就是在说谎 而到现在你还要你的妈妈出来讲说 哎呀我儿子很乖啦 都是别人带坏我儿子的啦 哎呀我儿子怎么可能会这样啦 那你是什么 你才是真的妈宝 而且你妈妈是什么 你妈妈是在纵容罪恶的妈妈 我妈妈告诉我说我没错 我确实没错 我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受害人 但是我告诉你 你有错 然后你妈妈还说你没错 你这才是最可恶的妈宝 你知道吗 那今天呢 这个车手说 他只是来劝架的 他这个车手马上可以跟上来 然后假装劝架 绝对不单纯 现在之所以被列为共犯 一定是有相当的理由 认为他有涉嫌这个案子 检察官不会随便开鞠票的 一定是有证据才会开鞠票 所以呢 在法律上面来看 这两个人 他们就是预谋一起要来打我的 我认为现场一定还有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要干嘛 拍摄影片 因为这两个人当下绝对就准备好要去警局 反正他们就是一定都用这种方式去打很多人 然后都说自己认错人道 就结果干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了 一定有第三人是专门在拍影片 拍完影片之后要回去跟金主交代 谁买的凶 你总要给你老板看看你事情做的如何了 但如果这个影片是在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手机里面进去查 马上就会看到 我认为有一个人在对面拍影片 拍完马上就逃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在进行的一个暴力行为 然后这两个人他们都有前科在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真的就是一个帮派组织 帮派组织专门收这些本来就有前科累累的 然后都是这种小伤害啊 小窃盗啊 小诈欺啊 这种前科的 这种人本来就准备要进去关一关出来 他多一条两条没关系 而且都是小小的这种东西 所以呢 这背后我认为有一个庞大的帮派势力 在操弄这样子的行为 可能是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帮派接案 但是也绝对不会是多高的阶层 因为就我所知 我从小看到大的真正的黑道 绝对不是这样做事情的 那是真的很底很底很底的小弄弄在弄的东西 毕竟我认识这么多上面的人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们会这样做事情 下面的这种小弄弄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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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奈米弄 奈米弄的这种 你可能就是一个奈米弄 然后就发案给这种奈米级的奈米小弄弄 来弄东西 所以呢 他们接了这个案子 然后这两个人可能就觉得 反正他说是这个毒虫嘛 对不对 有在吸的 有在甲油啊 这也是新闻出来 我看新闻讲的 好 他就是五爹甲油啊 甲油啊等怎么样 缺钱 只要一点钱他就干 什么都干 所以基本上道上是不可以打女人的 因为兄弟打女人你就是没面子 绝对不能打女人 打过女人之后 你以后不要在道上混了啦 但是这种毒虫 他有钱 他缺钱 他就做 所以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要在 往后找到底是谁 发包给这两个小奈米级的小小弄弄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奈米弄在干嘛 奈米弄是谁 奈米弄抓到之后 就要回去找谁 叫说你来做这件事情的 要把叫说的那个人给抓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是罪亏祸首啊 今天你们整个帮派会被警方从里到外的搜查一遍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这个人害死你们的 这个人叫说你们去做了这件事情 你们才会惹上这么大的麻烦 所以你们能不好好的找到那个害死你们这个帮派的人吗 没有任何一个帮派想要被找麻烦 我相信 但是今天教唆的这个人把你们整个帮派害惨了 现在怀疑是名人会的人 名人会难道不用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吗 我绝对相信名人会真正上面的高层绝对不会想做这样的事情 下面你们那种小弟中的小弟做了这件事情 你们上面的人也都不知道 但是你们帮派里面出现了这样子的害群芝麻 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有任何名人会的人 你们有刚好看到我这个直播的话 我建议你们要赶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黑白两道本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平衡之法 我今天在谴责的都是那种在街头使用暴力 随便就在那边小弄弄乱打人的那种低阶八九 但是黑道这个东西要被人看得起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能够有这些害群芝麻的存在 我相信上面的这些大哥们你们绝对也不想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起出来谴责暴力 害死你们的人是教唆的那个人 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那再来呢 我要讲的是 关于法律层面 现在就是两个已经都列为共犯了 就是伤害 那 至于背后的组织犯罪呢 我觉得我们再往后彻查 有可能就是组织犯罪 那如果组织犯罪的话 就会很担心也不确定 现在查出来的名人堂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名人会对不起 然后有人讲说支持黑道不是 我必须要讲黑白两道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平衡状态 刚刚有人看到你们有看过漫画圣堂教父吗 圣堂教父就是说有两个好兄弟 他们两个就是经过了那个越战 然后他们两个就非常的辛苦好不容易活下来 然后他们就互相猜拳就说一个人决定要走白道 然后一个人决定要走黑道这样子 但是他们两个希望能够改变世界让世界更好 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要一个去走白道一个去走黑道 因为社会本来就是白道与黑道的平衡的存在 只是要找到那个平衡在哪里 如果你整天纵容那种小小的暴力 那那个不叫做平衡 那个就是在破坏平衡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 所以大家不要在那边 有光明绝对就有黑暗 我今天不是说 我鼓励说有帮派或什么之类的 我绝对 当然我绝对反对组织犯罪这件事情 可是我必须要说 我们不可能 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说真的黑道能够完全的不存在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那找在可能陈水扁时代 扫黑就全部扫光啦 你觉得陈水扁这样扫黑扫得完吗 扫不完的 所以你黑白两道本来就是要 找到你们之间的平衡 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的运作 不只今天台湾是这样啦 你放眼世界各国 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 有光明本来就会有黑暗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我只是认为说 我反对的是那些破坏平衡的东西 好再来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下面一段 我在这个记者会当中 听说超派有来给我留言 是不是 我在这边回应一下 关于超派在我那场记者会当中 特别抖内的留言 超派的留言说 他连续抖内两次 超派你要不要抖内我 超派你抖内我一下 抖一下吧 抖一下吧 你那么有钱不抖我一下 他说靠臭人来月收破百万 没有别的技能 只能靠贬低别人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任何事都有风险 高风险 高头暴 又留言说 全台湾就成一根toys被打 why why 哪有 管长被开三枪 菜牙家也被打 下一个包是谁 然后他说 我是靠 没有别的技能 靠贬低别人来增加收入 那还是说 我现在来贬低你超派 希望你可以抖内我增加我的收入 我不知道超派你本身的那个技能是什么 你说我没有技能 也是啦 你的技能是投胎嘛 超派就是靠投胎 可以投成富二代啊 你需要什么技能 你会投胎就好 你赢在起跑点 你游泳的时候就有赢别人了 嗯 OK啊 如果在投胎这点的话 我真是自贪不如 这点技能我就是不如你 不过呢 你说我投胎投的好包 我自己也觉得挺好的啦 你说有钱程度 可能真的不如超派啦 不过说 该有的什么东西我都有 我觉得人生呢 就是均衡刚刚好就好 不要 不需要什么东西都too much 你知道吗 如果说那个玩游戏 点能力值的话 我会点一个均衡一点的 OK 不会像比如说 馆长以前智力值都不点的 整天点五力值 砰砰砰砰砰这样 那 你就 你知道馆长现在也知道 哦 五力值少一点 然后点一点智力值 所以我们就是走平衡的 那超派你智力值 绝对是没点的 我确定 你全部点什么 你全部拿去换钱的嘛 那游戏里面 如果有金钱机制的话 你那个所有的 那个值都不点 然后你的那个金钱 金钱全部就是 后面超多个零 然后所有的那个 也都不练功 整天就是靠买宝物嘛 对不对 买宝物 上来哦 装备加99 超派铁缺 攻击力加99 是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超派 你打完人之后 然后你怎样 你敢做敢当嘛 敢做要敢当啊 那你现在逃到越南 是什么概念 逃到越南还有空抖内 我看我直播哦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嘛 你过来 你过来凑我要干嘛 我真不知道 今天是我有到 你的店里面去怎么样吗 我没有 我就就事论事 我就事论事谴责暴力 你打TOYS就是不对 不管你再怎么讨厌一个人 你都不可以去打人 你不可以使用暴力 去解决问题 这是超派 最大的问题 超派之前不是还很 什么 很那个 中二的写说 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 我就让我们 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 不是啊 你们这种没有 TATSE 那种低阶八九 整天就在那边抄袭台词 这不是赛德克巴来的台词吗 你有点原创性好不好 八九的台词是什么 狼若回头 不是报恩 就是报仇 八九还有什么台词 没有很可以 是你惹不起 有没有 还有什么 日落西山你不理 东山再起 我忘记什么了 我之前有认真的练习过一些那个八九的语录 在凤梨叔叔在那边给我小弄弄约我去泡茶的时候 我认真一下研究一下八九都在讲什么 我想说啊你这个语录马是超来的 八九不要再这样 然后不然又整天放一个佛像在那边这样 心中有佛 不是啊我真的觉得八九真的要读书啦 超派你如果真的有读书的话 你就不需要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你有你是怎样 你今天不就嘴不过Toyce 你才去打他嘛 如果今天Toyce在那边讲他 你嘴得过他的话 你有需要打他吗 比如说Toyce来嘴我 我就嘴得过他 我需要去打他吗 我不需要嘛 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 超派我跟你说 你需要的是花钱买我 你想想看 为什么全台湾只有Toyce跟我被打 是照你的逻辑的话 那就表示说 我们两个嘴够求啊 那要怎么样对付Toyce 当然就把陈姨买回去啊 你买我 让我去帮你骂Toyce 我是怎么样 我不是不能卖 是钱够不够多的问题 超派 日落西山你不赔 东山再起你是谁 小心你不要干扰超哥买我好不好 超哥买我啦买我啦 我处理啦好不好 我帮你去骂他 我骂他 OK Toyce要嘴我的话 应该是势均力敌的状态吧 我不觉得我嘴不赢哦 嗯 他他他他如果要讲说 我就烂我就烂怎样 我就说 超哥不好意思 他说我就烂 你再多给我一点钱 我回去再找一点语录来骂他 没有解决不了问题超哥 给钱就可以你会投胎 嗯 sewing ·好 啊 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